原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夏侯敦無意之中 向著沽山山頂一望 見到劉比諸葛亮坐在沽山山頂上面 好像觀眾看大戲一樣 看著他們被火燒的狼狽相 哇!夏侯敦已經捕著一套戲 一見這樣一把火從腳底底燒到上下 頭到心裡想 尤茨利說這場大火是你的地方 你爺爺我被火燒到焦頭爛牙走頭無路 你們好像看猴子戲一樣 在上面嘻嘻嚇嚇 究竟是羅景還是鄧慶? 啊!如果我們衝上去 將他們軍神捉住了 一來就可以報了火燒火望波的仇 二來吧 回到劍城上也好交差 一想到來這裡 夏侯敦就馬上對李典說了 你還問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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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窮流鼻壞鬼諸葛亮 就在上面 走!我們衝上去 捉住你們兩個混蛋 出一口氣 前面我講過了 曹操之所以派李典做夏侯敦的故障 就是因為李典處事冷靜點 沒有那麼容易頭腦發熱 是希望李典在緊急的時候 能夠點醒一下夏侯敦 李典先前入霍望波的時候 已經發現犯了冰家的大忌 曾經點醒過夏侯敦 是夏侯敦死牛一片境不肯聽 才有這樣的個個 現在聽見夏侯敦 又說要衝上去捉拿劉鼻和朱葛亮 李典心想 怎麼有這麼大隻隔馬在街邊跳的 這場伙都是朱葛亮報紙的 他神機妙宣 又怎麼會說不防你一手的呢 他怎麼會說毫無防備 軍神兩個坐在山頂上面 暴露在你的眼前 恐怕這個是勸套禮 應該吃一隻就掌一隻的 不要再上當了 因為這樣想 李典就領著頭對夏侯敦話了 啊 徒 徒 我勸你呢 還是留在這裏好些 若果要上山的話 書李典不敢奉陪 請大徒徒你自己上山 但李典 因為先前勸夏侯敦 夏侯敦不聽 他唯心地跟夏侯敦入了薄黃波 至少就領了這樣 這裏好不信 李典聽見夏侯敦這樣說 他不客氣 再也不肯跟夏侯敦去送死 夏侯敦聽見李典敢說 你真是生人不生蛋 被孔明的火燒一燒就寄了糖 明擺著劉彼孔明,想著我們中了薄亡科的埋伏,死定了,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預防我們會大難不捨地扔到這裡, 現在他們得意忘形地在山上觀火,完全沒有防備我們, 我們有什麼理由錯過這個生擒他們的好機會? 會的,夏侯敦認為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為了咬警,委婚一次給李典看看,夏侯敦決定要上山, 他立立自己身邊已經有千多兵在這裡,大聲下命令, 重兵了,根本都重上烏山,生琴留給主角倆,立功者重重有場, 雖然被對方的大火燒到一棟都沒有, 但是都督的將令不能不聽,關於服從命令的曹兵,立即跟著夏侯敦向上衝, 就這樣,有些縮骨的,就想著衝上去,實行撞反多過吃飯的, 一味見雷聲就不見雨浪,大聲在那裡喊, 撞呀,撞呀,撞呀,齊, 在那裡喊,人就無衝上去,特意賴在後面, 山頂上面的劉備,原先看著山下的大火, 就真是看到他心花怒放,拍手清快, 才忽然之間,山腳底下, 輕輕含含,響起了喊殺之聲, 一看,夏侯敦力槍中馬,帶著幾百槽兵衝緊上來, 哇,等時緊張到劉備不得了, 乾爹,乾爹,乾爹, 그렇 pareil, 賊張夏侯敦家竟然帶著人魔殺到這裡, 現在怎麼辦呢? 堅明他一直添 嘆耐厚宾 не真竟然還未露面嗎? 難道他是被大火燒死? 是的話就好,可以節省很多功夫, 不過,不可能,夏侯敦有馬,一下子應該燒他不射。 正當孔明心掛著這一層的時候,就聽見主公說夏侯敦把人殺到, 孔明不聽游士學,一聽就立即笑起上來了,是嗎? 果然來了,果然來了,主公,你儘管放心,有本軍師在。 孔明心想,夏侯敦,你不理游士學,你離了, 我就一定要你嘗嚇大地雷的利河,好,等本軍師親自指揮你一話。 講到劉備呢?他這一陣子已經不同先前了, 在破燒之前,劉備見那些曹兵殺到,驚到他騰了雞, 所以,連孔明說,有本軍師在,他的心也好像井裡頭的十五個吊筒一樣,七上八落瀑布做的。 之後,他已經開了眼界,知道孔明成竹在空,沒有十成把握,孔明不會這樣做,一定是早有預謀的。 所以,他聽見孔明說,有本軍師在,劉備個心,就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樣,個人一點都不慌。 那夏侯敦呢?因為前面領過多,他雖然爭竟,大兵衝上烏山, 也沒有先前那麼大猛,而是打醒十二分精神, 單著眼睛,綠得大大,死死就釘著山頂上面的洞鎮, 一直衝上來,都到了距離山頂,最多是三百步左右,山頂上面沒有變化。 這樣一來,夏侯敦就搬起臨臨了,心想,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都說了孤窮,劉備以為我們中了埋伏,必死無疑,沒有到房地了, 你理辯又不信,待會證實我猜得沒錯了。 劉備,你這一堂都算是這麼大,想到你這裏,夏侯敦一陣興奮,大喊一聲, 撞定了,撞定了,跟我加快腳防衝啊。 夏侯敦興奮,諸葛亮亦興奮, 他就是希望夏侯敦衝上來,越衝得近就越好, 眼看差不多,諸葛亮和無大仙一發發出信號, 早就講過了,前山無人將軍帶著一百個兄弟, 五十支噴筒火箭就等著在那裏, 現在見軍師,諾無仙一發發出信號, 毛將軍立即下令, 軍師有令,我們動手啦, 一聲說動手, 兩個漢兵唯一組的噴筒火箭當時點著, 一點著,第一節的竹筒就爆開了, 一爆開就噴出五十枚火箭, 一百個漢兵分成五十組, 即是五十支噴筒火箭, 五十支噴筒火箭同時爆開第一節, 噴嚏噴一聲, 噴嚏噴一聲, 噴嚏噴兩千五支, 射起來都好像天雨山花一樣, 噴嚏噴嚏, 在那些曹兵的頭頂射上去, 那些曹兵還未曾知道究竟是什麽, 其實那些小火箭的滋味不太受,射在身上馬上徐風燒起上來,射中眼必定眼瞎,射中喉嚨,聽著受傷,寵著無命, 想說凌鑽身的奸,他又會射你的後尾枕和背脊,一時之間那些籌兵被小火箭弄得眼花燎亂,都不知如何招架何苦。 好,而且那些噴桶火箭,除非不點著,一點著就沒有停,爆開第一節,接著就會爆第二節,火箭仔是不停射出來的,一定要等到爆了九節,這樣才會停下來。 那你叫那些曹兵怎麼衝上山,別說向上衝,就算你等著轉身逃跑,都來不及,還有道慘的。 那些火箭仔也發威,跑起前排的曹兵倒下了一大批,那些曹兵正在登山,前面倒下的那些向下陸,撞到後面衝上來的兄弟。 結果千多逃兵,來騰倒地的,就抱頭鼠鼠,倒了地的屁滾尿流,就向下陸而撞。 前面的五十支噴桶火箭,如果射完之後,左右後面還有兩百支人等著他們,你說夏侯敦怎麼衝得上來的? 呀,說到夏侯敦,到底還是大長稍微醒目一點,發現得早? 有一件來頭不妙的,他立即撥一聲,舞起槍花來,將射向自己的火箭仔,撥向作火人。 雖然夏侯敦已經彈彈彈彈動作很快,可惜他的槍花,就未能夠舞到密閣臭風, 稍微慢著手腳,腳上面,同樣中了兩支火箭仔,撥到他呱呱叫,撥向後面心臉, 又中了壞鬼恐命的壞褲,現在怎麼辦呢? 三領馬,肯定是衝不到上去的,只要我圈轉馬頭逃下山了, 背脊一定會撥他的火箭仔。 呀,哎呦,不算好,嗯! 那夏侯敦一時之間,逆進退兩難, 在山腳不肯上來的利典,和一部分縮骨不肯衝上來的曹兵, 嘿,你真是慶幸自己有先見之名了。 只包括李典在內,那些人都不知道山頂上面, 好像紅魚般射下來的東西,究竟是甚麼? 那李典見夏侯敦進退兩難,就好讓他擔心了,心想, 啊,夏侯敦這魂點回來, 那麽說李典心裡頭有疑問, 就連山頂上面在看著事態發展的孔明也在想, 啊,夏侯敦這趟,他有甚麼可以逃生呢? 這下,就連足智多謀的孔明也跑起, 啊,夏侯敦有竭謀嗎? 那在三角當中, 這家宋人就數夏侯敦罵到網頂, 故此流傳至今, 對於某人避過一件事走掉了, 有句俗語就說, 啊,兄弟,你說你做了夏侯敦了, 意思即是說,啊, 啊,被你走掉了, 那夏侯敦究竟是怎樣脫身呢? 那夏侯敦,他一邊摸著槍花, 撥打那些射下來的火箭仔, 一邊就想著自己的脫身之計, 那想著想著, 果然讓他想到一條條, 那他手裡頭的武器, 是無慣無熟的, 他原先是雙手摸著槍花, 這陣子他改用單手, 騰出一隻手, 將馬頭一圈, 而在這個同時, 他的身和雙腳在馬鞍上面, 就好像風車那樣, 極快地轉了圈, 動作呢, 就好像現在的體育, 建而玩鞍馬那樣, 形成了一個盜騎馬的姿勢, 人的正面, 仍是對著山頂上面, 而馬頭呢, 就已經向了山下了, 他一邊摸著槍花, 一邊雙腳又夾夾馬頭, 那匹馬, 就向著山下跑路, 鴻明在山頂上面見到這麼動, 也覺得好笑, 想不到這傢伙, 連這傢伙都想到出來, 竟然來了一個盜騎馬的姿勢, 來當生, 不過這樣, 當夏侯敦摔到下山下的時候, 他都已經被孔明的火箭仔, 嚇到雲泊都不齊了, 那麼落到山頂, 他習慣地將自己的兵器在前面一架, 只有一架, 那枝槍沒有東西落得到, 他一看, 大聲喊起上來了, 我的馬頭呢, 我的馬頭呢, 你怎麼看見這樣, 喂, 有一枝槍頂頭說, 啊, 請導導, 鳴轉身, 夏侯敦鳴轉身一看, 咦, 知道自己的衝浪, 忍不住都, 咦, 咦, 就想起來, 才感到, 夏侯敦坐回我身後, 他就馬上吹速李鐵, 快點走, 見到這樣, 那些曹兵又是不明解的心想, 啊, 杜徒已經逃出了險地, 這裏不是好地地最安全的, 都為什麽要火燒狗, 還不敢走呢, 原來, 夏侯敦有了個預感, 他嘗試過那些火箭底的滋味之後, 他認為, 只要有諸葛亮在這地方, 就沒有他夏侯敦的好石, 所以他就趨速李鐵, 快點走, 這裏魂果然被他捂中了, 也都可以說, 是夏侯敦的好彩, 直到這裏, 三個巨大的地雷還未曾爆, 當然, 火若忍拖得很長, 時間是很難因的, 夏侯敦和李鐵仲馬, 剛剛走了, 那些曹兵耳朵聽見, 然後見到山腳的地面, 也有些地方有浮泥彈起, 先前在薄望波, 已經漂亮過這樣的東西, 那些徒兵已經精力了, 一見到這樣, 判命地喊, 不得了, 不得了, 這裏地底也有住住住, 快點走啊, 快點走啊, 那些徒兵, 一邊喊, 就一邊向著四周圍散開, 才已經來不及了, 煞蛇之間, 都好像天崩地裂那樣, 嘩, 的聲音, 正說山腳那裏的人頭湧湧的, 一聲過後, 等那些煙塵散了之後, 山腳那裏人影全無了, 留下的, 就一個像魚塘那麽大的吞, 所有的徒兵都已經粉身碎刮, 那夏侯敦呢, 他這陣子跑出, 尼姑山還是沒有多遠, 聽見馬屁股後面突然之間, 嘩的聲音, 嚇到他冷汗都飆了, 暗中在這裡慶幸自己, 久運, 好得啊, 頂得快, 到了這陣子, 入了薄望坡裏面的徒兵, 就已經燒到鎖定無己了, 有幾個燒到焦頭爛額未曾死的徒兵, 就死死盯著大刀刀, 大刀刀走到哪裏, 他們就跟到哪裏, 因為大刀刀呢, 到底是頭頭, 而且大刀刀, 大刀刀, 大刀刀, 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啊, 一聽見李一聲喊, 夏侯敦和李典都立刻拿著馬, 兩個人三隻眼, 因為夏侯敦是獨眼龍來的, 向前一看, 見前面來自己沒有多遠的地方, 就有道特別猛火的火牆攔著去路, 其實那裏, 就是博望波的一條出路來的, 但若我將兩山環抱的博望波入口, 形容為正門的話, 那裏就可以形容為後門, 因為博望波有了一個這樣的出口, 孔明用兵的時候, 在錦囊裡頭亦如有膠帶, 叫毛九流公四元戰爭, 到了博望波之後, 就首先在那個地方, 帶領四百漢兵, 掘一條一個人上下心, 漲幾闊的溝, 在溝裡頭, 就破滿禍桿茅草燃燒流氓, 和石仔石片, 同時亦埋有地雷, 火若忍, 就一直延伸到有茅草的地方, 茅草燒到根部, 立著火若忍, 使得那一條溝爆炸起來, 石仔石片就炸到滿天飛了, 所以那附近, 草兵的屍體大別多, 蠔溝一爆炸, 蠔溝裡面, 我剛才說過, 是鋪滿和港雜草流氓煙燒, 蠔溝裡頭的和港, 就合合聲燒起上來, 接著就立著附近的樹木, 自然環境是這樣的, 兩山之間, 若我有條路的話, 那個地方就特別扯風, 風一卷, 樹木的火屑, 就被那些風一卷都扯在一起, 形成一道特別猛火的火牆, 那些草兵見到那道特別猛火, 就以為是死路, 所以大聲叫大都督不要過泥, 夏侯敦立馬一體, 見前面的火大別猛, 也都認為是死路一條泥, 圈轉馬頭就想走, 那麗典有些見識, 他見前面, 火雖然打別帶, 好像是被風扯起的火屑, 才形成這道火牆, 通風通風, 有路才通風, 沒有路又怎會通風, 通風就是有路, 所以李典就立刻叫大都督不要等著留在這裏, 而他自己就上前打探, 不上前就不知道, 一上前看看, 看出秘密來了, 原來那裏是有一條山溝在這裏, 山溝口不是很寬, 兩邊樹木很多, 都燒著了, 又有兩個火屑, 順風的時候, 兩個火屑就合在一起, 阻住去路, 但是這樣, 一陣大風一吹, 又會把兩個火屑分開一下, 就這樣, 一分一合, 都好像有道火門, 一開一關, 而且一上前, 你就看得到, 那裏, 已經有爛頭艇, 正在指路, 究竟為什麼呢? 欲知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